歡迎收看十一月四號 一集娛樂有什麼新聞 請到 厲害了 今天在我旁邊這一位 是來這個 降低我們平均年齡的 沒有 其實還好 我跟其實大家都一樣 除了你之外 沒有 他就是把佼佼換掉 我們就這樣很多了 我們沒有換掉 我們只有他是我 我是代班 你剛才那個動作再一次 轉身 怎麼了 宇哥 宇哥 你這樣會腰扭到 你弄一次 快點拿余哥 轉一次 我就是 神輩耶 而且你要定點 定到鏡頭 對啊 但這場地太小了 我剛好 我剛好 我們沒有就護車 你OK的啦 你快點 定錯了 OK啦 馬雷蒙 R2 我跟你講這招用很多次了 來來來 今天第一則是 蔡依林的新聞 對 小天后蔡依林 她姐姐不是懷孕了嗎 然後我們就發覺這個九令 她自從有這個小外甥之後 景榮好像就失寵了 哎呀 這個 相見分外眼紅 對 而且我補充一下 剛剛那個那邊很開心拍手 那位富人是公關啦 平台的公關 就是那活動的公關 好興奮喔 對啊 因為她本來可能很擔心說 她們兩個會有點 就是王不見王這樣子 會造成現場很尷尬 結果沒想到 她們兩個主動握手 所以她就好開心這樣 可是現場記者媒體都在 應該不會上演 就是王不見王的感覺 但是有可能沒有互動 有可能冷場這樣子 剛才蔡依林那個是早上幾點的事情 還是下午的事情 早上第一班飛機好像大概九點 那邊很吵耶 對啊 應該是剛睡醒吧 她一直顧頭髮 頭髮有點歪 顧一下 剛睡醒 你看是早上 你們以前出國的時候 會碰到記者嗎 其實不會 但會遇到粉絲去送機 會不會很煩 煩是還好 只是說會希望說 就是把自己通用整個遮潛 因為沒有妝髮 還是就是希望說大家看到 就是希望大家出來的形象 帥 是帥的 還是要帥 帥真的沒有什麼用 一直是那個女生性幻想對象 黃立行 這次她真的 形象要滅頂 那個是誰 范范 整個不見 整個不見 但是黃立行那個也太誇張了 真的超誇張的 而且她也看了一下子下去 對…她看了還是跌下 她事後有跟她唱片公司講說 她身體沒受傷 但是心靈受傷 心靈一定受傷的 她很丟臉 對 你知道芳芳姐這一棟我都不敢笑 為什麼 你的人生好悲苦 不是 你知道認識 她是我們老闆娘 所以我都認識你老闆娘 我哪敢笑她 那我笑更大聲 下一段 大帥哥 帥哥怕出球 但也怕人家說他抄襲 要來看就是金城武 她的這個新戲的造型曝光 不過就有人說 根本是梁丑偉嘛 哇 這種卡司就很想看 真的 真的 真的但都來真的 所以她姓真嗎 不是 不是 好爛 好爛喔 真的她在現場打戲 都是來真的 所以其實很多人很怕 跟她對到戲 那下一次我考慮考慮 要不要跟她一起拍好了 誰要跟你拍啊 誰要跟你拍啊 不會當歌手 這樣啊 開玩笑 下一則新聞 眼神很犀利 她不僅搶男人搶輸大S 連造型都比她慢一步 我就覺得這個張雨淇 因為這件事情 她就整個人紅了 其實之前誰知道啊 誰知道張雨淇是誰 你知道嗎 可能內地是 知道啊 對 但是有演戲 之前也知道嗎 我不知道 我們不是戲劇圈的 我對那天發誓 我不知道 但我們是 我們不是戲劇圈的啊 所以其實慢慢了解OK啦 不要怪自己 真的 我沒有怪自己 我就說她怎麼沒有 我為什麼要怪自己 她紅不紅 我就想要怪自己 她完全沒有 好啦 我誤會了可以了吧 她就被囚爆了 其實大人的感情世界很複雜嘛 其實小童星的小情小愛 也是很難懂 你們有覺得她的髮線很高嗎 還滿高的 而且我很好奇是 她長大之後會慢慢下來還是 會繼續長高 真的假的 她說身高啦 身高 對 以後有髮片嘛 沒關係 也是 對 小孩子的感情世界 我們真的不懂 大人的感情世界也很看不懂 因為鄭元昌又被問到他 到底喜歡男生還是女生 唉唷 生氣了 來 廣告之後呢 林俊傑的女朋友曝光了 大家好 我們是 Live Part N 十月五號下午四點 地點在K-MORE 一集娛樂 哪一刻 由我們Lollipop語錄見面 等你喔 也喜歡Lollipop F的朋友們 可以去支持他們喔 感謝起來妳很尷尬 我沒有尷尬 怎麼會尷尬 我們現在還是很好 而且有今天來啊 我不只是只有人來 我還有帶見面禮 什麼見面禮 今天呢 我在我們公司 讀到我們的老闆 黑人哥 要爆料了 要爆料了 黑人怎麼樣劈腿 沒有 他沒有劈腿 他不敢 他不敢 因為老闆娘太兇了 讓大家看一下就是 是 你要不要透露一下這次訂婚 後天會 有什麼噱頭 噢噱頭就是 我會穿著 舊西裝 你每次發新聞 或是你放一些影片 在網路上的時候 他都是很 很不開心的那種狀態下 然後 一直在你的部落格幹給你 所以我覺得 很多東西 老闆娘 好像很比較大齁 對不對 噢 尊重老婆 還是 對啦尊重 那這次 上次送Tiffany 那這次結婚你會送什麼 呃 Tiffany到現在 我還在飆那個會 哈哈哈哈 沒有 這是簡單 簡單 該送的 其實訂婚 畢竟就是 家長跟家長之間 那 真的 結婚啊 那時候可能會比較 稍微再 請朋友來 這次就也沒有什麼 其他親朋好友 就是家人 對 說不定那天我會假冒 然後進去偷拍一些 驚爆內幕好不好 大家期待一下 如果我長得 有很像那個廖俊傑的話 我會放鬼咬他 哈哈哈哈 我覺得記者真的很難當 我下次如果記者問我問題 我會比較 釋出善意 太好了 對 好啦 那我們就來看看下一則新聞 有人有喜事 有人是約會被抓包 就是之前說要當那個 台灣警察的林俊傑 林俊傑 那個一直往上面看 是在看什麼 可能假裝在看那個 在電影時刻表 不是耶 但是那個地方是在 房大微秀對不對 對啊 那以他那個角度 他面對的地方 那是廁所 對啊 來 下一個新聞 下一個我們來看看 記者絕對不會跑的 就是陶晶瑩 但他這次又說錯話 他惹到了國小校長 你那時候小學有沒有打過家 沒有 我小時候是乖學生 我都是衣服扎進去 看到老師說老師好那種 那大聲的說 你是什麼小學跟國中 哇 可是我每次講出我的國小 大家都笑耶 為什麼 不知道耶 你講講看 葫蘆國小 有沒有 有沒有 好奇怪 好奇怪 不知道怎麼大家都會笑耶 就是做梗就對了 對對對 好 下一段 康康啊他在芯片裡面呢 他就演同志 但是那個耍gay的橋段 讓人家覺得 不舒服 但是我覺得他的演技 有突破 真的 來 下一段 我們來看台灣的盛世 11月6號就後天嘛 不是花博開幕嗎 那一向這個很挺花博的 這志玲姐姐呢 她也是這一次一樣 頭髮開花了她也不介意 如花斑是屬於哪一種斑 如花斑呢 如花斑的人生啊 就如花斑 如花斑 跟老人斑差不多 對 真的 你今天終於提供了一個 不錯的給我 真的嗎 好 下一段 就是我們要看到 電影3D肉譜 突然不僅呢 是噴奶還噴血 他已經買預購票了 真的假的 OK的 下一段廣告回來 我們看Shiny來台的新聞 哇塞 你們真的很敢開玩笑 我剛剛 到今天現在為止 我真的覺得 如果下次我的代班 再沒有機會來的話 應該會被你們開槍 就明天就有小潔的新聞 不要 我真的覺得你們怎麼都敢講 不會啦 其實我們對於 我覺得那種來賓主持 通常是下一段就會有 下一段就會有 你不要跳 雨哥 我今天難得一次來 你不要這樣子 來 接下來國際新聞 對 就是大家最喜歡的 韓國新聞 要來看Shiny來到台灣 跟大家見面囉 在下禮拜的時候 他就會來到 一集娛樂節目當中 大家一定要鎖定 好刺激喔 聽說他們都平均 只有十八歲而已 非常年輕啊 你就是跟他們一起互動的時候 會不會覺得尷尬 像對兒子的感覺 你才敢講耶 很敢講 其實他講的也是對啦 我講真的 那我也可以叫你成爸咧 乖 好感動耶 下一段新聞 其實Shiny來台灣 但其他的韓國團體 都到日本去了 現在整個娛樂圈 這個亞洲娛樂圈 幾乎被他們攻佔了 差不多了 太過分了 我會加油 會加油 你現在不加油 我就親自出馬了 你快加油啊 我有明明 下一段 我介紹一個資深帥哥 福山雅之 就被雜誌爆料 說他十二月要結婚 結果女主角馬上出來否認 所以那個喜鐵到底是誰嗎 他就說不是喜鐵嘛 就只是邀請函啊 就是那種生日趴的邀請函 你們不要誤會了這樣 下則新聞 我們來看一下之前有一直說 一個日本很紅的團體 阿拉西藍 他們紅到什麼程度 紅到要去主持紅白鴿河戰 長江後浪推前浪 對 所以中居正廣就死在沙灘下 主持人六年就被換下來了 好歹他也是SMOP裡面的那個議員 團體主持真的很麻煩耶 誰最愛搶話 團 你只有以前嗎 阿瑋吧 對不對 因為他其實比較喜歡主持這一掛 他比我更喜歡 然後他比較想要表現 所以說他搶話機率比較大 對啊 所以你是因為這樣才退短的嗎 你不要再挖道給我 大家都在看 所以他們也在看了 說他說的 張宇哥說的 不是我 那我們兩個今天不要搶話 好不好 都讓你講 不要 不要 接下來是我們劉毅的新聞 團體解散一定都有原因 那接招解散後首次出 出的紀錄片 裡面就有羅比威廉斯退團的秘密 羅比威廉斯 真的 可是我真的覺得他個人 那時候出來比團體還要紅 真的 團體對他來說就是個代賽 你知道嗎 就跟你的狀況差不多 所以蛋飛比較紅 不是 但是你那個 不知道是誰帶誰 我是搞不清楚 現在剛開始大家都 還不一定 還不一定 不用這樣講 好 廣告之後呢 待會兒妙麗就長大囉 大家好 我們是 Lollipop F 十月五號下午四點 地點在K夢 一集娛樂哪一刻 由我們Lollipop語物見面 等你喔 愧哩 高愧哩 高愧哩 我也會跳 你意思是說他們這次的舞 蠻簡單的意思 不是 有記憶度 有記憶度 對 所以如果現場 大家想要學習舞步的話 記得到現場去支持他們 這句話講得很不真誠耶 你講得不太真誠 真的嗎 剛剛上一段比較真誠嘛 你現在用真誠的方式 好好的再講一遍 不要讓他看出你們之間的心結 好不好 大家好 如果說大家有空的話 歡迎參加Lollipop F的見面會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共襄盛舉 這樣跟我比較誠意一點嗎 好像一樣 貼秀貼秀 好啦 我跟你講要發自內心 那你示範一個 你示範一個 你示範一個 高愧哩 我都會啦 剛才不是一樣 剛才不是一樣 下一段新聞 接下來看到是拍完哈利波特之後 妙麗就解放了又短又露好性感 女大十八遍 你喜歡她嗎 喜歡 喜歡她哪裡 喜歡她的捲髮 她頭髮都剪掉來捲髮 真的嗎 挺好不誠懇 你都沒有好專心的看 好大帥折 剛剛看到妙麗是大方露嘛 但是教小朋友英文就不能亂露了 就白白浪費了球德洛的好身材 但是那個球德洛現在幾歲啊 三十幾 他為什麼 三十五六而已 為什麼上兒童節目不打扮一下 對啊 這看了很失望 可能忘了帶化妝師 對啊 因為髮線有點高 對啊 他最近有點衰老的跡象 真的啊 可能被他女友炸感 那你要去訪問一下 他一天炸幾次啊 好啦 他最近在拍那個福爾摩斯第二集 可能有點累 但是因為在螢幕上看到他 其實是很帥的 對不對 但是看到他有點 說實在心裡面有點難過 好不要難過 下一則 還有本土帥哥阮晶天啦 他不是入圍這個金馬獎嗎 那他的女朋友 這個徐瑋寧也就跟著爽 好啦好啦 祝這個小天啦 可以得獎 來下一段 小天有女友站台嗎 那你知道新人中樞期發片 有一個不熟的朋友站台 媽呀 他們兩個是同學嗎 同校的同學 不同校 同界嗎 同界就是隔壁班 然後他們以前在學校的時候 就有看過彼此 在哪裡 抖六的小學 抖六 加拿大小學 那怎麼 講話 非常相處的感覺 對 可能要趕快點 融入台灣的演藝圈 可是他剛剛的造型 是該說前衛還是 是Micky Mouse的朋友 OK OK 他應該不是前衛 應該是錢不太多 好啦 好啦 那這次現在有什麼電影可以介紹 今天要介紹的就是 剛剛禮婚的克里斯丁 他的芯片 他第一次演電影的芯片 舞娘俱樂部 他又唱又跳 很有芝加哥的味道 好 好 好